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该如何调整好心态 享受美好的生活 该怎样面对烦恼 享受灿烂的人生 高级心理咨询师 中国人民大学孙建生副教授主讲的阳光心态十二讲系列节目 为您拨开心灵的迷雾 让您从此拥有健康快乐的人生 讲述的主题是 健康是福 身心一体 一听这个题目 大家就知道 这次我们讲的是关于健康的问题 健康现在在全社会得到了大家的关注 很多人都在讲健康 大家对健康的关注表明了我们对生活质量的高度重视 今天我们来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一看健康的问题 每个人都很关注健康 但是每个人把健康放在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是放在了嘴上 放在了脑子里 还是放在了手脚 也就是说我们是在想 在说 还是在做 我到过很多地方 很多地方早晨起来我就去看 有很多晨练的人群 在那些晨练的人群中 很难找到青年 少年 中年 感觉这个晨练 就像一个老人活动场所 于是我就在问 大家 重视不健康 各位观众也想一想 您重视健康吗 您把健康放在了脑子里 嘴上 还是行动中呢 如果我提出来 健康重不重要 我估计没有人说健康不重要 他一定说健康重要 有多重要 最重要 但是下一个问题 就比较麻烦了 我经常问很多同志 如果你觉得健康很重要 那你每一天 为你的健康 做了点什么 做了点什么呢 他说我吃饭 我喝水 吃饭喝水 可以 对健康是有利的 不吃不喝 肯定不行 但是吃饭喝水 解决了健康的 什么问题呢 解决了一部分 区体健康的问题 不能解决健康的 更多的问题 而区体的健康 仅仅靠 吃饭喝水 也是不可以的 那就有人问了 那怎么才能健康 想要获得健康 我们首先要明白 健康的定义 那么评价一个人的健康状况 是不是没有疾病 就是健康的 关于健康的问题 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 首先健康是一个完整的体系 世界卫生组织对于健康 所下的定义 包括了四个方面 那第一个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区体健康 第二个是心理健康 第三个社会适应性 第四个道德健康 我们把四个放在一起 来审视一下自己的健康水平 于是你会发现 确实是有点复杂了 区体健康 多少人 区体完全的健康 有的年轻人跟我说 老师我很健康 我没病 我从来不上医院 好 那我们说 从来不上医院 怎么知道自己 区体完全健康 说你有头疼吗 你会失眠吗 你有虫柱了的牙吗 你的反应灵敏吗 你会不会经常忘记一些事情 那我们有很多同志就说了 您说的这个谁都有 好 谁都有 这些都是非健康状况 于是很多的人 区体未必是完全健康的 小病不断 大病不犯 并不意味着是健康 但是毕竟是区体健康 我们还可以自己感受 自己去做体检的时候 一些硬性指标 血糖 血压 骨骼 是吧 我们可以去检查 那么有很多单位 很多同志定期做了体检 发现自己区体的健康一个状况 通过定期体检 我们能够把握自己的身体健康 那么孙教授讲的另外三项健康 又是什么呢 我们该如何获取这几项健康呢 我们来看心理健康 来看社会适应道德健康 再来去看这三个方面对于区体健康 它的积极作用 说心态和健康之间有什么关系 心态有什么关系 自己都可以感受 你郁闷的时候 愤怒的时候 是不是会伴随着生理状态 比如说 心跳加快 浑身颤抖 面部苍白 清金暴露 如果你的情绪不稳定 就会导致你身体生理的反应 而生理这种应激的反应 这种强烈的反应 就会破坏你的身体健康 反过来身体又不健康了 进一步会影响你的心理健康 社会适应和道德健康 有一位朋友跟我说 说孙教授 我老睡不好觉 我一个夜睡三个小时觉 常常半夜就醒来了 再也睡不着了 我说那你醒来 是为什么呀 我就有好多事情就想啊 我那个工作呀 我越想它越下去 越睡不着 就兴奋起来了 那我说你白天怎么样 我白天 我白天头疼 我注意力很难集中 而且我脱发 他这里讲的一个什么状况 就是躯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之间的一个问题 由于心理不 处在压健康状况 他的社会承受能力 适应能力 就相对的比较差 然后导致他的生理不健康 而生理不健康以后 有更沉重的 担子要担 更多的工作要做的时候 心理无法承受 进一步怀疑自己的力量 失去自信心 那我们来看呢 心理健康包括了哪些 第一 智力正常 第二 情绪稳定 愉快 第三 行为协调 统一 第四 良好人际关系 第五 良好的适应能力 有很多同志 很爱发脾气 他们常常把这个归结到什么 我性格不好 性格 是我们人后天形成的 它是在特定的环境下 不断的行为得到的一个结果 有一次我到一家企业去 我跟老板聊天 老板坐在我对面 我们俩谈笑风生 都是很不错的 老板非常的高兴 这时候来了一位 他的下属 当当当 敲门 很有礼貌 进来了 一看 您有客人 那我先走吧 老板 因为我没有谈很重要的工作 老板说 你进来吧 来坐 那位下属就拿了一个 需要老板来批的 这么一个文件 说您把这个帮我们开签个字 老板翻了翻 拿出笔来 准备签字 在签字的过程中 随口就说了一句 说这次你们一定要把事情做好 再不要像上次了 我就知道上次他们肯定没有做好 但这件事情是很自然的 那么这位下属 拿着签字 转身就要走 正他要走的时候 老板又说了一句 听见了没有 不许再做坏了 这时候 与其加重了 那个下属说 不会再做坏了 老板又跟了一句 不会再做坏了 上次做坏了 你们知道上一次做完了以后 带来了什么样的结果吗 大家想一想 出现了什么 这个老板就感觉到 像练了太极一样 那个气就运上来了 越说声越大 越说越气愤 那个下属站在那呆呆地看着 我看已经有点颤抖了 那个老板 一次一次打电 一次一次地说 我一看这正是不好 我跟那位下属说 我说你先回去 把这项工作好好研究研究 看看怎么能做好 现在我跟老板有点事 我就给他们终止一下 出去以后 我跟这老板说 我说你干嘛生这么大气呀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 还要生这么大气 我就受不了 我没法控制 这位老板 这么大的情绪发起来 使这位下属非常茫然 我怎么了 这不是刚才进来好好的签个字 他我想这位下属出去一定是 摸不着头脑 看到这儿 恐怕不光是当事人不知所措 大家可能也同样的茫然 一个老板面对自己的员工 如此不分场合 不尽人情的行为 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位先生很倒霉 发在他身上了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经历过 你跟一个人谈点事 莫名其妙的那个人 就那么暴躁 那么的苛刻 那么的不尽人情 你要知道 现在我们有很多人 心里积压了太多的东西 无处宣泄 他无处宣泄下去了 他不会消失啊 他转为了潜意识 一旦时机成熟 遇到条件反射 立刻他就会涌出来 我们无端的伤害了很多的人 在这些方面我们有缺陷 这些缺陷隐藏着 我们自己不知道 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也给大家留一个题目 思考一下 您自己可以在电视机面前回答 我肯定不知道 但我们可以猜猜大家最后的答案 一对恋人出去去旅游 他们坐着长途大巴 去到山区旅游 这车上有很多人 中途的时候 两个人下来了 想看看别处的风景 他们下车以后 这辆大巴继续前行了 就在他们下来 就在他们下来以后 不久 他们眼看着这辆大巴往山里去开 从山上掉下一块巨大的石头 正好瘦码 正好砸在了这个大巴上 车上 车上所有的人都遇难了 这两位年轻人 站在那里目睹了这些 悲惨的一幕 他们说了一句话 请您想想 如果是您 您可能说了什么 您觉得他们说了什么 真正您就在现场下来了 车开走了 看到这一幕 您会说什么 面对这个稍微沉重的话题 一千个人 可能会有一千种不同的答案 那么 这两位年轻人 说了些什么呢 他们的说法 代表了一种 什么样的心态呢 这两位年轻人说 如果我们都在 那辆巴士就好了 如果我们都在 那辆巴士就好了 如果我们两个中途不下车 那辆巴士 就会赶在那块大石掉下来之前 越过那个地带 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都会幸免 正是他们两个下车了 耽误了这一刻 所以他们俩说 如果我们都在 那辆巴士就好了 您是不是想了这个答案 没关系 达到任何的答案 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们可能想的不一样 人生能为别人着想 那是第一大学问 有的时候 我们不能为别人着想 同样是坐车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坐车的故事 这回不是一对恋人 而是一对夫妇 已经中年了 他们俩要回老家 车票很难买 他们很幸运 买到了回老家的坐票 上车以后 丈夫发现 他俩的座位那儿 坐了一位女士 他没有让那位女士站起来 就让妻子坐在了她的旁边 妻子坐在那 看了看这位女士 发现这位女士 右脚是残疾的 他才明白 先生为什么没有让她起来 车开下去了 一直往下开 这位先生始终在那站着 整个过程都没有告诉这位女士 说这个座位是他的 就让那位女士坐着 一直站了三个多小时 他们到站了 下车了 下车以后 妻子很感动 也很心疼 她的丈夫 她对丈夫说 让位是善行 可是 这么一路 站这么久 你中途完全可以 跟她换一换 你也坐一会儿嘛 我们这位先生 说了什么 你还可以猜一猜 先生也说了一句话 我看了以后 真的很感动 先生说了什么 先生说 人家不方便一辈子 我不过不方便三小时而已嘛 我可以给他三小时的方便 不是很好吗 不过三小时而已 我们看这位先生 助人 还不让人知 他并没有跟说 这座位是我的啊 我让你坐了 没有 他不会让对方感到丝毫的不安 非常可爱 是不是 在整个火车旅途中 这位先生的举动 值得我们钦佩和赞扬 但他妻子的想法 让我们觉得不尽如人意 为什么 人们会有这样的看法呢 我们还要看这位妻子 他很心疼他的先生 说 让位是善行 但你站这么久 中途完全可以和他换我吗 他确实心疼他的丈夫 但是大家想没想 你为什么不可以和丈夫换换呢 而你要去想 让那位残疾的女士 和他换换 我们绝对不能说 这位妻子不爱他的丈夫 但是 在潜意识中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道德健康 会把自己放在 一个例外的地方 那么自我的例外 而去想别人 怎么去能为别人去做事呢 所以我们说 为别人着想 是天下第一大学问 那是什么 那是一种道德健康 下面我们再讲一个 心理健康 身体健康 身心一体 阳光心态和健康什么关系 就是身心一体 心态决定了你的身体 心理不健康 会影响你的身体健康 看到这儿 我们不禁要问 身心一体的健康 指的是什么 心理不健康 会怎样的影响到 人们的身体健康的 刚才讲的那些实力 还不算太严重 现在我们讲一个故事 有一位在陵园里守墓的工人 这个小伙子 每周都会收到 一位贵夫人寄来的鲜花 让她为她的死去的儿子 扫墓 把鲜花放在那里 这位夫人 每周都会把鲜花送来 然后这位守灵人 就会把它放上去 这位守灵人始终不知 没见过这位夫人 不知道是谁 很长时间以后 有一天 一辆豪华的小汽车 开了过来 停在了陵园脉 司机下来 走到了守灵人的小屋里 说 夫人想见你一面 有些事情跟你交代一下 她就走到了 小汽车 旁边 夫人把汽车的玻璃摇了下来 她已经颤颤巍巍的不能走路了 可是这位夫人并没有很大的年纪 她是身体很不好 她说 小伙子 是我每周把花送来 让你给我儿子扫墓的 小伙子说 我都按您的吩咐做了 我每次都送过去了 她说 我知道 我非常感谢你 我恐怕以后 不一定再能送花了 我委托你 希望你常常给我儿子 再扫扫墓 那位小伙子说 看了看 这位夫人 确实身体很差了 小伙子点点头 说 夫人你放心吧 我会做的 就在她转身的时候 她突然又停了下来 她说 夫人 我还有一点话想跟您说 请您允许我说 夫人说 你说吧 我总觉得您把这些花送来 给了您的儿子 您的儿子已经去世了 不能再生 这些鲜花多么的可惜 我常常去跑 这个敬老院 和残疾人的康复中心 那里有很多活着的人 他们可爱鲜花了 可是没有人给他们送 鲜花对他们来讲 是多么的宝贵啊 您为什么不能够把鲜花 送到那里呢 我是瞎说啊 小伙子说 我是瞎说 对不起 夫人冒犯了 夫人没有说话 摇上玻璃车 开走了 半年以后 这半年期间 小伙子没有再接受到鲜花 他以为夫人真的已经不在世了 但是半年以后 那辆豪华的小汽车又开来了 这一次 夫人开开车门 剑步走到了守灵人面前 小伙子 我非常感谢你 我现在已经把鲜花送到了敬老院和康复中心了 那些人非常的快乐 很多人因为这鲜花有了生命 有了再生的信心 我感谢你 我已经完全好了 这位夫人从心灰一冷 然后变得身心疲惫 病入狗荒 现在她有了希望 她有了希望 她知道自己的价值 她知道自己做完事 对于活着的人会有什么 而过去 她沉浸在儿子去世的苦 痛苦中 大家就可以看得出来 心理的健康 和生命之间的关系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 多尝试以不同的角度 来正面思考 去找机会去帮助别人 不要在不知不觉中 一味自私的活着 这就是我们这一集 讲的中心 身心健康 身心一体 阳光心态 健康是福 保持阳光心态 才可以拥有健康 而拥有健康 不仅仅是躯体健康 更重要的是心理健康 道德健康 社会适应 下一集我们将讲压力 不一定是负担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